两位两位两位要这么聊就没头了 姑娘看着我啊 不是这个逻辑 他每次给家里打多少钱 是每次打多少钱的事 他可能打过一两百 然后你不能说你说了一堆之后 你难道没有打过一两百吗 不带这么聊天的明白吗 就是这可能是你们家里面两口子 所以这么聊聊聊就打起来了吗 解决问题的话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 上来主持人问你 打没打过老婆 打过打过一次 完了之后打过两三次吧 最后最多不超过四次 我要再问的话估计还会多 我说他不带那么聊的 你也不带这么聊天的 明白吗 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到这的话再演就没意思了 我就拦那么一句 咱们能好好说话不能 能吗 能吗 接着聊 我现在其实只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想问你们两位 你觉得你们这日子过不下去 跟钱有关系 这不是因为钱 我现在钱不多 可以说我身上没有赚过钱 我听说你之前一有点钱就会拿去做生意 但是老师失败是吗 对 我去年在三星那儿包活了 结果失败了 李先生一直从事建筑行业 每月收入七千元 直至去年 李先生自己拿出三万 又借了两万 跟朋友合伙在西安承包建筑工程 不料工程烂尾 生意失败 收拾后 李先生一直提不起工作热情 两人生活日渐窘迫 这是王女士想要放弃这段感情的真正原因吗 王女士你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我根本无法接受他打我 还有他是对我一生一鬼的 还有他想自私霸道 他根本就不负责任 反正在你眼里他没有优点了是吗 不是 那他的优点是什么 他平时心情好的时候 对我和孩子 对我挺好的 但是他一生气的时候 他就没办法控制自己 而且听不进别人一句劝 或者是别人对他说的为他好的 他根本就无法理解 有的时候我为他好的 他就根本听不进去 所以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我希望彻底地离开他 他现在不想跟你过了 你的诉求 在听完他说的这些之后 有没有改变 他就是在借口 你觉得他还想跟你过 不是 他说的原因 那原因其实不重要了 你说分手需要原因吗 不想跟你过了 就是不想了 那你说借口什么是借口 你可以说我什么是借口 那你应该问你 他不想了 你应该说我要